这个女孩竟然穿过男孩的身体走了过去 这一幕直接让金旭惊掉了下巴 他这才意识到对面的男孩已经死了 而他时隔多年后再次看见了亡灵 男孩无视金旭的吃惊 直接穿门而入飘进金旭的家 金旭以为男孩是从投温村来的 但是想了想又不对 投温村的人是不能到外面来的 男孩告诉金旭他也不知道名秘 男孩名叫吴日勇 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吴日勇告诉金旭有一个穿着婚纱的女孩被绑架 金旭起初是不相信吴日勇的 但是他又害怕被绑架的女孩有生命危险 于是金旭叫上老张按照吴日勇说的地址 找到绑架女孩的废弃仓库 但是仓库里根本就没有被绑架的女孩 就连吴日勇说的绑架女孩的车牌号也是假的 金旭还特意去了居住亡灵的投温村 但是投温村那里也是空空如影 就在金旭大骂吴日勇是骗子时 老张收到了恩西妈妈的短信 恩西妈妈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女儿 恩西妈妈独自抚养恩西长大 恩西也如愿考上了优秀的医科大学 但是二十多年前恩西却突然失踪了 恩西失踪后妈妈从没有放弃寻找恩西 奈何一直都没有找到 如今恩西家里的房子面临拆迁 妈妈说什么都不肯搬走 附近的邻居都以为妈妈是为了都要钱 其实妈妈只是害怕恩西找不到回家的路 恩西妈妈询问老张能理解自己的心情吗 老张当然明白恩西妈妈的心情 因为他的女儿也失踪了 他跟恩西妈妈是在寻找失踪子里的抗议会上认识的 就当两人都陷入回忆时务外响起了叫门声 本以为又是前来闹事的街道 没想到却是法院通知书 通知书内容是禁止恩西妈妈靠近蒲勇俊 恩西妈妈收到通知后无比愤怒难过 他不顾员工的阻拦找到蒲勇俊的医院 即使被小护士多次推倒 他依旧叫嚷着要找蒲勇俊 听到吵闹声的蒲勇俊不得得走出来 蒲勇俊是恩西大学时期的男朋友 不久前刚回博开了整形医院 恩西妈妈找过无数次蒲勇俊 就是想要知道自己女人的下方 但是蒲勇俊每次都是敷衍了事 甚至为了摆脱恩西妈妈去法院 申请了禁止接触令 这一次更是直接叫来警察驱赶恩西妈妈 老张跟金驱赶来实恰好看到 恩西妈妈崩溃的这一子 对于恩西妈妈的痛苦老张感不深受 吴日勇突然现身告诉金驱 他知道恩西在哪里 金驱赶忙把吴日勇拉到走望里 以免他被当成对着空气说话的神经病 金驱无法相信吴日勇说的话 毕竟恩西已经失踪20年了 而且吴日勇之前对自己所说的事情也都不存在 就当金驱转身想要离开时 深警察给金驱打来电话说 在海边发现了婚纱女子的尸体 女子正是吴日勇之前跟金驱说过的那个绑架女孩 金驱这才相信了吴日勇的话 金驱跟老张按照吴日勇提供的地址 来到了一座废弃工业园 他们穿过长长的通道后 周围的景物就变成了景色秀美的通游小镜 他们穿过节界竟然来到一个神奇的空间 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掉了下来 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座村庄 金驱拿出手机想要记录下来 却发现相机里根本没有村庄 只有一座废弃的厂房 就当金驱两人感叹那闷失 里面走出来一个男人 男人正是吴日勇 真的好 真的好